近载运通 欢迎收看古起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下跌 跌接近200点 还能不能买 还能不能买 大盘一路涨到这里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要不要再买 那我常跟大家谈 专注在操盘 只买七张股 那不管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或者最近这个位置 都一样嘛 你就不要去追长 那昨天谈的资源 我昨天讲很多 如果你没有看的话 很重要 希望你去看重播 我说台湾三哥 大哥是台积电 莲花哥 红海 台积电 AI军团 带头嘛 AI军团在今年 它都是主流 但是AI的族群 很广 它在轮涨 所以今年为什么不好做 好像会涨的股票很多 你买了又不涨 看到涨了去追 短信又套牢 因为你不了解法人嘛 那这些股票都在轮涨 你一档一档低买 像今天MX就涨了 AI的股票 就一天在整理 那资源呢 我说IC设计 足底对类 昨天涨停 今天小呼 拉回 大一岁神盾 安国 昨天是不是都有提 今天是有都去 还有CPU大涨的时候 这几天我怎么跟大家谈 我说我上权 六成卖掉了 那一样是买进CPU 台新科 它没有涨 它今天是不是涨呢 马上赚嘛 所以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还能不能买 这些都底部起涨哦 那我说AI在今年是主流 但是轮涨 那IC设计呢 尤其世系制裁 重臭足底 这个族群 接棒 要跌了两三个月了 最近起涨 那鸿海呢 一直都是多头指标 包括政威 鸿海政威集团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是一个 抢钱的行情 你一定要赚嘛 能不能买 那事实证明啊 能不能买 那你没赚可能是怎么样 第一个买错股票 第二个又是追涨 那大凡在这个地方呢 我昨天花了一些时间 跟大家谈什么 警惕对策讯号 这个蛮重要的 这华人必看的啦 一定看的 四月 黄红灯 趋勒代表怎么样 成长 看好 最主要是进出口 人工智慧的问题 所以这个大盘 在四月的时候 这四月啊 为什么法人在这里一路买 当然你可能看到外资卖钞 但有一个地方 它可能跟台紫期有关系 他们买卖ETF 那另外一个地方是 他在做换股的动作 他买进什么股票 你了不了解 上一次在这个地方 我们跟大家谈买进什么 我代会买什么 买红海 买旅游股 买货柜股 买CPO 全部大赚嘛 那大赚以后呢 大家开始在讲 都是在抬教啊 都在帮我抬教对不对 尤其是什么 那货柜山雄 涨多少 将近一倍啊 你像长龙 阳明 有空我们再讲 那这货柜山雄不能追了 最佳的买点你错过了 那同样的这里最佳的买点 你不能错过嘛 像志援 神盾 安国队队 AMX都往上走啊 那这一段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 这个行情 是基本面行情 它不是乱涨 不是乱不起啊 是基本面行情 所以你要专注个股操作 第一个找基本面好的 第二个 技术面 刚起掌 那抽马面呢 法人在布局的 这样就万事OK了嘛 所以我说你要跟上脚步啊 一档一档做 大盘在跌的时候 有谁会跟你讲这个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我说你要做一个领航者 不是追随者 货柜山雄涨到这里 还有老师代货员买 都赚了五成一倍了 你还要追吗 你应该是想说什么 还有没有 像货柜山雄那样子的股票 在第一档可以买 从底部赚起啊 你赚多少钱怎么算的 你的卖价 减掉买价嘛 那是买得越低 卖得越高 赚越多 那你像货柜山雄 你四月中买得过低了吧 那现在一路往上走 那你往上找卖点 四川波段 一档一档做啊 CPU上前我也是这样子嘛 六成 那接下来 一样是买CPU 他在轮掌啊 那细光子今天抬新科 是往上拉抬 不要老师帮别人抬轿嘛 那我说你需要是真正 能带你赚钱的老师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 这是起掌 安国 这是起掌 这IC设计族群啊 昨天标题怎么写 IC设计 主体嘛 那这里他连续整理都就 三哥网位嘛 最高来到224 我所喜欢追的人 就套在这里嘛 那你红低买的 涨到这里 你就算波段嘛 这昨天啊 这昨天哦 神盾对不对 这昨天哦 昨天我也跟大家谈 IC设计全面 我印了两页都是红的 今天 这今天 还是红的 底部起掌 要不要跟上脚步 包括AMX 是往上走 出量嘛 那这个量一出来 涨上去 机会越来越大 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谈 我说这个地方 就相对这个地方嘛 这里有买吗 你有买吗 那这里买了 所以有机会赚一波段 带进带出嘛 那这里有买吗 今天去去了嘛 那会不会像这里一样 那我希望你在找这种股票 一档一档 在低档去布局 不是看节目 上涨以后 你又帮我抬轿 没有必要 法人自然会买 那这些都是法人的股票啊 还有没有 这才是重点嘛 这一档 秀好好几天啊 AMS嘛 是不是去去 那这是高价股 那还有低价股 还有中价位的 那重点是什么 你要出手 你要懂法人 你要买旗掌股 你不需要跟别人抬轿 你要做一个领航者 不是追随者 那昨天很多人 扫描这个Lite 也问了很多问题 我尽量一一的帮你回答 那右下角 这个图也一样 可以做扫描 我们一档一档做 那我对会员的承诺 就很简单 不管是IC设计或AI股 只带你买旗掌股 那包括今天 台信科对不对 CPU 是不是旗掌 那我卖上全 卖的是不是掉下来 这一段六成嘛 掉下来 那一样是CPU 它是不是旗掌 所以一档一档做嘛 它在这里刚起掌 那大盘在这一个地方 需不需要担心 你只买起掌股嘛 趋势没有改变 基本面行情 主流在轮掌 低买 待进待出 一档一档做 你要跟上脚步 我最懂法人 专注操盘 这家能不能买 这问题跟这里一样嘛 可以买 但是你要买对股票 同时 不要帮别人抬轿 我们休息一下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 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找日迈向 财富之路 支付专线 零二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尘头投赴 值得托付 零二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欢迎回到现场 那今天标题写 还能买吗 这大灾问了 还能不能买 那用事实证明 这些都是起涨的股票 能不能买 你要买对 大盘间跌了将近两百点 股票市场本来就涨涨跌跌 就跟这一段 涨多了一定会拉回 但是拉回这个地方 拉回跌了什么股票 你追涨的股票 你追涨的股票中错 那时候你追涨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 重电类股 一五一六 在这里都中错 但是在这个地方 没有涨的 货柜股 旅游股 刚好最后洗盘上去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 就等于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或者拉回这个地方 要不要恐慌 就跟一月一样 太远的事情 我们就不谈了 这是大盘 这运输类股 货柜族群 这四月 你要对照位置嘛 这四月 这四月 那这里大盘拉回 我根本就没去嘛 拉回刚好怎样 最后洗盘 所以这个是重点啦 最后洗盘 那他为什么没有跟着大盘 往下掉 因为趋势是多头 所以拉回 你要注意 哪些股票最后洗盘 所以货柜三雄 包括航空股 最佳买点是在四月嘛 那我带会员在这里卡位 所以我说我是领航者 那才涨上去了 那你有没有注意 这第三波延长波啊 有可能 第五波还会再延长 但万一下来呢 你这里错过买点 那你的成本跟我差很多嘛 我还没有卖 我航空股卖了 但货柜股还没有卖 成本差这么多 我们会找机会 那这一段呢 你注意看 这四月中 大盘四月中在这里 因为货柜没有涨 所以你看阳明 谁在买 这华人啊 买一堆 买一堂拉股 五月继续买 这也是华人买上去的嘛 所以大部分 你低档没有进场的 都买在这里嘛 有没有赚 这里的目前可能小赚哦 但你没有卖也不一定哦 那最近为什么没有跌 因为它昏盘交易嘛 筹码在华人手上 那昏盘交易一旦开放 接下来你就要注意啊 这些筹码还在不在 旺海也是一样啊 所以最近没有跌嘛 那往上连续学长的 你要注意啊 长龙也一样嘛 那你要赚的是这种 低买赚波段 而不是往上大涨以后去追 追就有风险嘛 因为这里 四十几到八十 四十几到九十 这都快一倍了 这个阶段你错过了 那这个阶段呢 要不要错过 那我昨天标题写得很清楚啊 IC设计 主体对不对 昨天大涨 今天也几乎全涨啊 这大涨小回嘛 安国今天涨停 神盾涨停 这安国昨天 昨天啊 今天呢 是上去了 我是不是提前价 是不是提前价 所以我说你要出手 这神盾 整理上个月 今天是上去了 包括AMX今天涨了21块 这高价索码股 那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过什么 法人索码 是上去了 这样叫做教嘛 那这样叫立即赚钱 一档一档操作 而且我带进 我会带出 那包括什么 旅游类股我出掉了嘛 航空类股我也出掉了 那CPO上全我也出掉了嘛 下来对不对 那我昨天跟大家谈 换买台新科 CPO 今天上去了嘛 那是不是一档一档操作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 我说你要出手嘛 你要了解法人 法人现在正在布局什么股票 我带你进场布局 一档一档操作 那我对会员的承诺 很简单 我不追涨 我只带会员 买期涨 那法人抬轿 我们休息一下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作为法人顾问支撑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财富之路 支付决线022-2752-5868-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目前操作呢 最重要的是当下 那这里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跟这个地方一样嘛 趋势向上 趋势向上 重点是你要买对股票 那我讲过呢 就算你在这个地方转折点 你进场出手了 但你如果买重电类股 你这个地方买华城 买四电 1503 1519 1513 1514 你一样是重挫啊 因为你追高嘛 那这个地方你买货柜股 大赚啊 那这个地方要不要去追货柜股 我说不需要啊 涨了五成一倍了还要追 那再找一些股票宏低买嘛 那有没有这种股票 我说你要用心啊 那我昨天就很用心 我直接公开了嘛 那我说IC设计足底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关键日子 4月19号 全市场 全市场 谁告诉你可以买 这4月19号的标题啊 重挫700多点 你要进场啊 接下来五湖开始起涨嘛 这4月19号重挫 这一天大统案历史上涨 所以重电类股 在这个时候要出 不是买 那时候你看长龙 长龙行都在这里嘛 你如果在4月底买这些股票 都是大赚嘛 我说这个才叫操盘 那当然那过去是啦 那这个地方能不能买 那你买的股票你要卖出 你才有资金嘛 这五湖是不是卖出 这虎行是不是卖出 这大同是不是卖出 那五湖是不是华人台教 长龙行是不是华人台教 卖出以后是不是掉下来 包括新日信从这里买是不是上去 你会发现我的特色啊 买奇长谷 让华人台教嘛 那最近呢 一直跟他谈这一张K线 今天都涨21块啊 这天为什么不好操作 因为主流轮替很快 传产垫子都有机会 但是你不能追涨嘛 任何问题 哪些股票可以注意 我都会在LINE AD上讲 那扫描右下角 这个也一样 我每天都要跟你讲 还有没有 你要够用心啊 那这里是基本面行情嘛 那大盘拉回 他两个月没有涨 那大盘涨两个月 关他什么事 他两个月没去嘛 他今天去啊 那今天为什么涨 这点很多人不敢买 就最后洗盘了嘛 包括之前讲的炎阳 今天还在涨 洗完盘又上去啦 我都买在横盘 末端 上全卖了 转台新科 台新科变起涨 对不对 资源涨停 我穿IC股足底 安国 这昨天 这今天 这叫起涨 神盾 昨天 这今天 这是叫起涨 那简单讲 你看一看志源 这是重受主底 那这样是不是起涨 那这样是不是抱得很安心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嘛 那现在 还有没有 我说机会是要 你要自己要把握啊 那我只买起涨股 那我希望你跟着 我们一档一档去操作 战胜大盘 这叫效率操作 谢谢大家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苦海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财富之路 政府在线 02752-5868-2752-5868 2752-5868 大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ever